因为我们经常出海 它还在行驶过程中 这些线来都有可能会震动 震动它会松 所以我们的一项重要的检查工作 就是把这些所有的线来全部紧一遍 到时候几千根线来 我叫杨国 我是江苏徐州人 我现在是远望七号船 一名普通的工程师 36岁的杨国从事航天测控工作 已有16年 在远望一号 远望二号 远望七号船上都工作过 出海的次数多得自己也记不清 近日在远望七号船的测控机房里 他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航天梦 从小就听说航天水 包括我们神州号飞船 天州号飞船 嫦娥这些东西 每一个任务都感觉很神圣 听起来都很伟大 伟大的工作背后 总有着不为人知的心酸 杨国告诉记者 如今他们的工作环境已大大改善 在十几年前 一旦到了海上 连生活最基本的用水都十分紧张 以前我们的老船 房间就是没有水供应的 我们下单大概一个礼拜 才能集中供水洗一次澡 然后每天早上打洗漱的用水 就要去水房统一去打 发两个塑料桶 我们一个宿舍有可能六个人一起住 这六个人用的两桶水用一天 现在我们的远望七号船 我们有了自己的淡水系统 杨国在远望号上负责的是死服工作 既在海面上追踪天空中的卫星 并通过船上的天线向卫星发出控制信号 调整卫星的位置 状态等 因此船上的天线就成了它的阵地 我记得执行这么多次任务以来 最紧张最辛苦的一次 就是我们出海前一两天的时候 突然发现我们这个天线的抚养了大轴 因为生锈这个天线运转就变成了不流畅的 我们就连夜抢修 大概一通通宵一晚上 在岗位人员都没有睡觉 全都趴在天线上 通过放油清洗 确保我们不带着问题出海 不能带着问题出海 是以杨国为代表的全船工作人员 共同的信念 这是因为一旦出海 他们便不再有互联网 不再能够方便地运输物资设备 唯有一台电话可以与陆地联络 然而这样的工作状态 也使得杨国无法很好地照顾家庭 我家里上方胎 平时接受孩子的机会还是比较少的 像我们去年和今年 基本上每年要出200多天海 虽然说可以打电话联系 但是毕竟打电话的时间也有限 就像那跟家里失联一样 我感觉自己感觉 已经很久没听他叫我爸爸了 虽然感到对不起家人 但杨国说 他从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后悔是一定不会后悔的 因为这是我从小到大的梦想 就是为咱们国家的航天事业 能做多少贡献做多少贡献 人嘛主要是为国家做点事业的 他只有她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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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